女士們 先生們 大家下午好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 一位珍貴的索達基看部任波切來到這裡 她將要和我們分享她的根本上師 和如意寶 盡美彭塑 留下來的珍貴教研 落捨幾道 勿擾他心 下面請讓我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 坎布任波切 格拉爾基坎布任波切是當代極具影響力的一位藏傳佛教上師 她來自佛教聖地 五名佛學院 坎布已經在那裡生活了三十年 任波切常說早年在法王坐下聽法的日子 是人生當中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也是迄今為止最奢侈的一段記憶 作為明馬傳承的持有者和一位卓越的現代佛教思想家 坎布的言行也正是對莫舍幾道和勿擾他心的一個最好詮釋 依照法王如意寶的要求 從1987年到現在坎布一直都肩負著培養和管理漢僧的一個重任 在當今這一個信息發達的高度發達的時代 仁波切也常常說起來與人溝通的一個重要性 那麼怎麼樣才是最好的與人相處之道呢 坎布說法王如意寶在這方面已經給到了最好的教研 那就是與對上者恭敬對下者愛護 與自己平等者和睦相處 所以坎布無論在哪裡無論與任何人相處都可以照顧到所有人的感受和需求 那麼不僅如此 坎布還將這種慈悲平等地擴展到了動物 他要求在學院聽他講法的每一位弟子都要必須吃素 其實莫捨幾道勿擾他心這個教研可以有非常多層面的一個解釋 這也是法王如意寶在雲基之前有給大家的最後的教研 下面就讓我們掌聲有請索達基坎布 為我們分享他對這一句教研的理解和感悟 歡迎坎布 今天又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學習 今天又在這裡跟大家一起學習 非常上映的 也是很有意義的 其實學習有很多方法 有時候是老師講課 學生聽課 有時候互相辯論 有時候通過一些參觀 走訪 通過跟別人的一些交往也可以學習 通過跟別人的一些交往也可以學習 另外一個方法可能是要討論 另一個方法是去參觀 去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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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通過一種智慧來把它當作一種學習知識的方法 也會增長自己的智慧 如果是不愛學習的人 即使老師在上面苦口苦心地講課 但是下面沒有很好地去聽 那麼這種情況也是我們很多人的生活當中有發生 我們藏傳佛教當中有一句名言 叫做人活到老 學到老 智慧無有窮境 還有一個名言叫做即使明天是亡 但是即生當中也要靜靜去學習 其實這些名言應該對我們的人生來講有很大的意義 所以我本人沒有機會在倫敦大學上課 但是今天在這裡呢跟大家共享 也是當作是一個學習 今天我們的話題是摩射祭道 無擾他心 那麼這句話實際上 是在法王金面彭祖佛 他是非常了不起的 應該說是在今代的這個世代當中 對佛教和對我們的藏傳文化 以及其他民族的交流方 具有非常大的貢獻成這樣一個修行人 也是一个智者 也是一个成就者 那么他在接近缘起的时候 给我们留下来的非常深深的教言 是一种最好的兴奋的仪式 他会演统的变化 在一个人的变化 他也有帮助了 伸扬的属性 跟人们的社会 我本认识在上师精美蓬索座下 已经学习过很多年 最后他离开这个事件的时候 扭下来的也就是说最后一句话 因为当时法王在成都住院做了一些心脏手术 后来从成都给我们拉隆格尔 佛学院打电话给他的弟子们讲了很多话 最后一句他就说 无涉及到摩拉塔心 那么我们佛学院成全上网的人最会听到上师的声音 最后在我们耳根当中留下来的印象就是这八个字 所以我曾经认识了几年 但这是他的最终的教育 最终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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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对日子后里には 最终的教育 所以这个就是 最终的感觉 在我们的耳人 있지만 好 这些followers 表面上看 这个文字比较简单 内容也好懂 但实际上它具有非常深深的意义 像我们法王的 陈先生王的弟子 当他离开之后 把他当作作为上师来对待 以前佛陀在接近涅槃的时候 他说过 我在世的时候 你们的老师是我 我离开之后 你们的老师就是戒律 同样的 我们把上师的教言 当作自己人生的一种尊责 人生的一种教言 人生规范的标准来重视它 这些语言上看起来很简单 其实这几个字呢 我们现在很多人根据自己的身份 再适用 比如说 我是一个藏族人 我不能舍弃藏族的民族文化 民族的语言 民族的传统 民族的信仰 不能舍弃这个道 不能舍弃这样的思想 行为 包括我的品质等等 而也不能损害人类 不能损害动物 不能损害其他的所有的 哪怕是植物以上的话 我们都尽量地去保护它 所以有些很多藏族人 根据自己的藏族文化来解释它 很多人在承诺这些语言 都做得到根据自己的身份 或姓氏 例如说 从一个人的观看来 这些语言 这些语言 都会理解释得到 这些语言 不能失去自己的身份 如果我们是汉族人 或者说是 西方的各个民族的人 那么也同样可以说 不能舍弃自己的传统 文化 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的 引有的这些宗教的信仰 知识的技能 不能舍弃有用的这些知识 同时也不能损害我们地球上的所有的这些圣灵 也可以这样来解释 同样的 如果我是一个老师 那么要知道自己是一个老师的身份 不能放弃自己所有的行为 我是一个出家人 那出家人自己有自己的本分 也不能放弃它 我是一个医生 一生有自己的道 也不能放弃它 我是一个飞行员 或者我是一个服务员 我是一个护士 我是一个做任何事情的 包括一些政府官员等等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能舍弃自己的本分 也不能舍弃我们中的人类的这种善良和自卑等等 这样的这种道 这也可以摸涉及到无绕他心来解释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无论在什么地方呢 都要提醒自己 要观察自己 比如说你是一个留学生 你的父母可能给你花了很多的钱 有些父母的条件不是很好的 但是他可能所有家里的这些金钱都用给你在这里读书 可是你在这里呢 已经舍弃了自己学生的这种本分 然后扭着特别奇怪的头发 穿着特别奇怪的衣服 然后你就开始每天都是喝酒 醉醺醺的 到了教室里面的时候也是天昏地暗 不知道什么样的世界 那这样的话 你已经舍弃了自己的道 又扰览了老师的心 扰览了父母的心 扰览了我们周围的很多人的心 所以有些留学生可能已经违背了这个道 所以这教宾又发售我们的经济教室 要注意危险你的眼神 我们的自身各自身地的运城 也不要失去 所以有很多学生的学生は 在美国学生的学生运サ继续生或是在美国的学生 孩子们贡献自己的资源 你不是比资源的装度 以前很多学生运他们带来巡据的心 instead of keeping their primary responsibility or primary task at the front of their vision, instead they dye their hair interesting colours and wear all kinds of crazy clothes, drink alcohol and arrive at the classroom in a muddled state, not sure in which world they're in. And in so doing, they're losing their own path or they're losing their own ground. They're also disturbing, certainly, the mind of their own teachers. So in losing their ground or losing their path, we could say that they undermine or they go against essentially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 of this instruction.